第1652集 轩辕墨爷自言自语着 神色有些骇然 徘徊于宫殿之中 本宫记得 不久前 本宫派遣去杀他的人 尚且只是太虚境而已 那一次便将他打得险些死去 但是现在间隔才多久 他已经能够斩杀秋雪函了 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轩辕墨爷甚至感觉到了一股 极强威胁的感觉 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那个神秘青年修炼速度 和战力提升的速度 快到前无古人的程度 这一点让轩辕墨爷无法接受 可恨 本公主受制于法则之能 无法踏出天道宫 否则本公主必然亲手击杀此人 以免后患 将一切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轩辕墨爷的神情极为复杂 有担忧 有愤怒 也有惧怕的情感 总之很是复杂 每次都以为能击杀对方 却是偏偏让对方逃掉了 所幸这一次他直接派遣出足以抹杀一切的力量 云老云玄丰去击杀他 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 必须要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道道厚重的脚步声传出 一位身形魁梧的老者 缓步走进来 其两米多高的身形 体重恐怕也有数千斤之重 仿佛千钧之力一般 哪怕看着极为沉重而魁梧 老者却身穿一袭道袍 背后背着一把木剑 特制的木剑类型的骨器 他便是云老邱雪寒的师父 实力极其恐怖 邱雪寒的实力 都敌不过这个师父一招 参见公主 请问公主要给老夫什么任务 云老停顿片刻 思索一会儿问道 听闻老夫的弟子邱雪寒 战死在外 公主是让他去追杀 一个封门径的家伙而已 如此举动 难不成那个封门径背后 有着庞大的势力 要不然邱雪寒怎么可能战死在外 并非 那个人的身份 我至今无法察觉 极其古怪 天到盘都看不出什么 之所以劳烦云老你来出动 便是因为本公主派遣了不少人去杀他 每次杀他的人 至少都高出很多境界 按照正常情况而言 必然能迅速绞杀他 轩辕墨爷叹息一声 随后他解释道 但是 每一次都失败了 他背后必然有着无法估量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 不过他们没有出面过 相信要么是这小子得到了一些特殊底牌 要么就是有人自以为给他注入了相应能量 便足以保护他了 而云老你的实力在天道宫属于中等偏上 邱雪寒又是你的弟子 既然不是辞子的对手 并且战死当场 也该由你去解决 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轻视 直接抹出此子 轩辕墨爷神色凝重 要不然也不至于对付一个封门镜的武者 派出了如此盖世强者 云老高叶臣两个大境界 按照其他天才战力而言 面对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敌人追杀 怕是片刻之间便会被打死 可此子不会 所以派遣高出两个大境界的云老出手 绞杀叶臣 好 我明白了 正好老夫也想看看 这个怪异小子有什么本事 云老朝着轩辕墨爷抱拳示意后 退出了宫殿 直接撕裂虚空赶路 他手中有着邱血寒破碎的生命御牌 当中有着破碎的神魂 他便以此追寻邱血寒战死的地方 相信那小子应该还未曾离开 到时候追上去也不管什么 直接绞杀了事 血煞森林之中 叶臣并未离去 反而是回到了洞窟之中 此前他利用盐碑之力 绞杀了邱血寒 但好像是用力过猛的缘故 导致了火焰有些反噬 经脉部分被摧毁了 需要疗伤 索性躲在洞窟之中 一旦有人赶来 还能让恶血添寿 出去挡一会儿 正当夜晨在疗伤的时候 忽然间天地变色 云层之中浮现出五颜六色的祥光 八方祥瑞围惧 真龙腾空 玄武脱开 凤凰齐鸣 麒麟嘶吼 一片片祥光彩锐浮现而出 原本是仙境的模样 但是这等祥和场面之下 却是一散出一股极致的杀气 隐藏到虚空之中的杀气 寻常凶兽都无法发现的怪异力量 一阵阵嘶吼之声传出 万千凶兽从各自的巢穴中走出 沐浴在降光之下 显得格外疏异 反而洞穴之中的夜晨 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他转而看向恶血天兽 发现恶血天兽 并没有像是外面凶兽那般渴望沐浴降光 反而是感应到什么极为恐惧的东西似的 蜷缩在地面上不敢动弹 甚至将气息都屏住了 恶血天兽这一幕 有些像是在装死了 不对劲 强大的凶兽 恐惧这样的降光 反而是其他凶兽 面对这些降光极为欢腾 降光有问题 夜晨神色困惑 微微来到洞口 注视着外面的情况 目光有些迷离 忽而看见空中出现一个个空间通道 像是一群人撕裂虚空而来一般 降光伴随着微风席卷开来 很多凶兽都沐浴在了降光之下 甚至没了狂暴的神色 一个个躺在地上 就像是晒着日光玉 陡然间 一个空间通道中 云老缓缓踏出 随即周边百余个空间通道 同时关闭 好大的排场 撕裂虚空而来 寻常人都是撕裂一条虚空通道 他撕裂了百条虚空通道 夜晨看着眼前这人 盯紧一看 却发现这人穿着天道宫的衣袍 不由的叹息一声 应该早点离开的 没想到天道宫的强者居然又来了 这么迅速可是第一回啊 云老撕裂虚空降落在血煞森林之中 目光扫视着被自己的光之法则 迷惑的千千万万凶兽 自言自语道 也不管你在不在这里 话音落下 他抬起左手 一阵玄秘的道光飞掠而出 所有被道光照射过的凶兽 尤其是沐浴降光的凶兽 一个个肉身爆裂 满地碎肉 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爆裂声不断 无论是封门境凶兽 还是太虚境 哪怕是斩恶境 都是毫无反抗之力的肉身爆裂 云老直接铲除血煞森林九成以上的凶兽 神念一扫整个森林没有发现夜尘的踪迹 却是陡然间发现了恶血天兽的踪迹 转而一看 那双深邃的眼眸直接看穿了空间 看见了隐藏在地下的夜尘 好家伙 居然躲在这里 修炼了时空法则吧 或者血脉有问题 要不然是挡不住老夫的光明法则的 云老不打算多言 直接朝着夜尘杀去 他修炼的是光明法则中的变种法则 出手的时候便是降光万千 具备迷惑的能力 但是强大存在 或者血脉极强大的生灵 可以发现出问题来 这也是夜尘没有第一时间被抹杀的原因 该死 老东西 青莲妖火 夜尘也只被发现了 直接爆发全力 他挥动青莲灭天剑 剑身萦绕着青莲妖火 一剑刺出 无数煞焰剑气奔腾而出 沿途撕裂出一道道黑色的空间痕迹 具备极强的毁灭威能 沿背的力量马上就要消散 他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 一团恐怖的滔天魔气 从苍穹之上涌动而来 极致的速度 让血色的苍穹 瞬间被黑暗笼罩 魔气经过之地 周遭的虚空都被无情撕裂 魔气之中 隐约间有着一道 霸绝天下的伟岸身影 身影双手赋于身后 眼眸冰冷 且带着沙翼 宛如久悠深渊的无尽怒火 如果叶尘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死人就是魔帝 踏入神国的魔帝 魔族虽分别 神国终相遇 而此刻的魔帝 带着无尽杀意 已经感知到了 血沙森林中夜尘的危机 他不许夜尘受伤 他不许任何存在 动他魔帝认可之恩 他为魔 血染苍穹的魔 他为魔 念出坟仓 念尽燃穹 他为魔 魔指天道宫的无尽噩梦 请连妖火 玄碑之力 开 夜尘看到云老的出现 便是感知到极强的威胁 甚至可能 急速消退的玄碑火焰之力 都无法抗衡 轮回目的中 诸位大能 在这种情况出手也不可能 对方太强了 眼下只能靠自己 天道宫显然是惹急了 竟然派如此高手来对付自己 好强的火焰之意 甚至带着一丝本源的气息 难怪邱绪涵 居然死在你的手中 云老挥手 湮灭袭来的煞焰剑气 而后身形微微往前 一道道残影出现 指尖焕发出灵光 顷刻间来到夜沉的身前 一直点在了夜沉的胸口上 一道沉重响声传出 犹如一座山峰撞夜沉身上一般 身躯直接跌落进洞窟数千米 洞窟 这里居然有一头恶血天兽 云老气息一阵 却见洞窟底部有厚厚的土层 重达数千万吨的土层 直接被掀飞出去 洞窟原貌展现在陆地上 他也看见了洞窟深处的夜沉 一指重创夜沉 但却并未杀死 如此人才 可惜了 感谢观看